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灰县罗姐寨一线天,去往莲花村马尔山的徒步环线 直接导航灰县罗姐寨一线天 上来的这一段爬山路也特别漂亮 而会经过一个原始的小瓜地 上来以后,在小庙的位置下来靠左侧 这里有一处很不错的环境台 户外有风险,出来玩的同时 一定要提高个人的安全意识 在前行一公里到达罗姐寨一线天 一线天的达花点就在农家的正对面 8点半,从一线天农家前面的河道开始上山 此视频仅供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次的环线不适合新手 为了安全,不要盲目穿远 这一段上山路,拔高500米,用了两个小时 中途还有一段相优的平切 四点点点 拜拜 尽量的尽量 尽量的尽量 焦忌 今天尽量的尽量 您的尽量 嗯 饿鸡 我牙口 哪里 哇 过了牙口 右转靠山体的左侧 平贴一公里 过了铁门 靠左侧前行 在下一个路口左转 11点半 进入莲花村 这里的海拔 特别高 大概1500米 在南边 村口左转 这里还有一处 农家 前行一公里 就是通往 波亮的铁门处 6月15号之前 属于防火期间 每人收费20 我们选择了 徒步 蚂蚁山 转肥100米 入口 右转一公里 还有一段小拔糕 回到牙口的平贴路 在路口 在路口 继续向上 前往 蚂蚁山 在路口 继续向上 下边是 我俩 走 走 进入大路 右转 沿山基路 要平切 近三公里 平均海拔 在1600米 这是西乡市的第二高峰 两点经过一处牙口 这里也是一条跳山路 在山顶 还有两间石屋 开始下山路 下边是 成江艺园 挂地 这条路走的人少 走起来有一种穿越原始森林的感觉 路过一块巨石 上面是一处很不错的观景台 俯视 仙木河 视角特别好 哇 太平了 哇 这个死角 没轮了 谁叫跳一趟 可不刚刚别人哭了 上山泳泥 下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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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泥 下山泥 就是这一段 经过一段小下泥 然后还是沿山鸡 继续才行 刚才那点我都不爽 那点不爽 不爽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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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厉害呀 你看 哎呦 不爽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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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坡 四点 经过一处崖口 路口 左转 是上辣浆 直行 向上拔高 这是最后一个山顶 前行四分钟 正前方 左边 上辣浆 右边 螺解带 还可以看到千年十屋 下山 泡左侧 前行至崖口处 直行千年十屋 右转下山 左解带 右转下山 左解带 五点到达左解带 进入水泥路 右转 沿大路前行两公里 返回一线天停车场 四帆线 共14公里 用了9个小时 灌三鱼 哦 打上钩了 慢慢的跑起来 好 好 快快快点 不 好 好